台中市政府5月27號在校園施打6萬劑兒童BNT疫苗 國小學童在禮堂排隊等著接種 我們就直接看他施打 按照順序打 那打完就帶走 也不會有所謂太多重疊的問題 半年級分時段 家長直呼家裡小孩多 不用排隊搶疫苗 真的很安心 能夠在熟悉及寬敞的校園空間 來接種疫苗 對孩子及家長來說 都會比較安心 校長表示在禮堂這種寬敞的空間 施打疫苗能夠降低染疫風險 保護學童 台中市政府表示 預計會在6月10號 也就是開始實體課程前 完成所有接種流程 除了加強疫苗施打速度外 台中市府也針對2到12歲幼童 普發兩劑的快篩試劑 希望能夠降低疫情傳播情形 我也感謝我們民長這麼認真 接到LINE就趕快來領起 所有里長統統都動起來 夾快速度發送 希望能夠保護台中幼童健康 TVBS新聞黃國志 廣播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